现在降价最狠的东西是啥 你们肯定会一口同声回答显卡 但除了显卡 还有一个东西 不仅有掉价 而且掉价后还非常之香 今天就来给你们安利一下 618期间值得入手的性价比手机 第一款Redmi K50 目前618期间只需1950 K50的推荐逻辑很简单 AM OLED材质的2K分辨率屏幕 以及120Hz刷新率 就单靠这一下 就已经可以在2000价位站稳脚跟 更何况它还有天玑8100芯片 以及高达5500mAh的大电池 2000预算买它 准没错 第二款Realme GT Neo3 目前只需1850入手 这款的推荐逻辑 则是优秀性能释放 以及强悍的性价比 1800预算即可入手 天玑8100 而且游戏帧率稳定性非常不错 内置调校算法相对极进 可以流畅高画质大型游戏 拍照部分也是下放了 OPPO旗舰版的IMX76 综合体验很不错 第三款iPhone 13 iPhone 14的爆料相信你们都看了 低配版芯片都懒得换 屏幕机身做工也没有太打突破 降价后的13就成了薄薄箱 A15芯片再展三年 丝毫不是问题 如果想要低价入手上面这几款 可以点击我的评论区置顶链接 进入拼多多百亿补贴数码专场 各大品牌手机 628期间都有大额优惠 iPhone 13更是补贴了1300多块 叠券后价更低 想换机的可以安排起来